政治话题还要来看到是台中第二选区立委 补选蓝绿两党参选人 现在已经开始隔空交火了 先是林静怡抛出公投议题 质疑对手严宽和 而严宽恒则照反问林静怡 当初力挺高端疫苗 如今爱国手臂成了四季帝国 是不是要公开来说明 不对此呢 遭到林静怡反向打疫苗 不是为了出国 好 除此之外 最近外界也关注说 台中港105号码头 由台中红黑两派拿下了经营权 但是严宽恒在担任立委时候 曾经多次质询提案 码头不该与民争力 现在因此也被质疑 说她的立场一变再变 一大清早林静怡站在路口拜票 她抛出公投议题 但对手严宽恒却反问她 打高端疫苗成了四季帝国 林静怡直接回呛 疫苗的功能是避免每一个人获得疾病 以及让台湾内部形成群体免疫 避免台湾内部的疫情蔓延 疫苗不是打来让你出国用的 每个国家认定不同 但一定会有国际标准 所以每个疫苗都要符合国际标准 才会取得人民的信心 除了疫苗问题 双方持续交火 台中红黑两大派系 严新彪和张新棠联手合作 拿下105号码头经营权 严宽恒也被质疑 立场一变再变 因为105号码头交通部 原本计划由港公司自营 严宽恒当立委时 还曾五度直询或提案关切 码头不该与民争利 不应制造污染等主张 但卸任立委后 好几位严家人在投资的 陈丰仓储公司 担任董监事要职 当然会咨询台中港业务 我们是这个跟地方发展都有相关的 台电的业务中有的业务都要咨询 一切指控 请提出证据到法院提告 严家和张家联手拿下码头经营权 法律层面一切合法 但严家过往历史逐一被放大严格检视 严宽恒多次在镜头前强调 不时指控交由司法处理 或许就是担心会影响选民观感 记者胡建伦科技高黄敬轩 SN小所台车报道